这有四个大的大单元 长阿汗 中阿汗 杂阿汗 正义阿汗 那么这个四大单元呢 如果算这个金的部署来讲呢 大概差不多有三千多部金的 这个是基础 现在南传佛教巴黎文的金典的时候是小致 不先学小致后学大致 大致是你学不到的 不但是你不能够欺辱 理解都有困难 所以中国在随长时候 这是中国佛教啊 黄金时代 宗派都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 小臣有两个宗 陈时宗 居世宗是小致 可是这两个宗派到唐朝中叶就衰了 大概宋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中国人现在根本不知道有这两个宗派 只晓得大臣八个宗 那么中国佛教是怎么学法呢 中国佛教不用小臣做基础 用如跟道做基础 就是用如跟道代替小臣 如道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 我们学起来更方便 而如道的这个修持 是境界不亚于小臣 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 这个至少是一千两个多年以来 最近这个一千两个多年 这个中国各个宗派的高僧大德被处 他们都是以如道做基础 那才进入大臣 不论是在家学佛或者出家学佛 没有不念过儒家书的 像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 这个道教的老子庄子 那他都是下过功夫的 所以这样如佛的 这个没有问题 学大臣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到我们这一代问题出来了 小臣不学 如也不学 道也不学 就学大臣 所以学了这么多年 一个人才出来 早年间在台湾红阀这些老法师 这个地形老后生的学生 有好几位 谈虚法师在这住了很久 定西法师 民国初年 向太区法师 我们说到最后来这种地形的学生 我希望是在那种地形的学生 在那种地形下 是那种地形独处的 谢谢大家